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同于美国Select等级 Canada A 油花最为稀少 等同于美国Standard以下的等级 顺带一提的是 加拿大另外还有分为B、D、E级 这里就不多说叙述 请有加拿大A级可以再进行金肉率的评级 金肉率是指一头牛总共可以吃的肉 占整头牛的比率 会分为1到5级 Canada 1 金肉率超过52.3% Canada 2 金肉率借于50到52.4% Canada 3 金肉率借于47.7到50% Canada 4 金肉率借于45.4至47.7% Canada 5 金肉率未达45.4%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澳洲牛肉分级 澳洲牛肉分级主要是由澳洲肉类畜牧协会 简称MLA 创立于1997年 主要的目的是要扶持澳洲的畜牧产业 并且带动产业的发展 澳洲主要目前有两个评级的标准 MSA Marble System和Osmite Grading Osmite是旧的瓶件标准 主要瓶件的项目有油花分布 热眼机的脂肪厚度与面积 脂肪颜色和肉质的颜色 MSA是新的瓶件标准 是取值于Osmite的优化 瓶件的流程更为复杂 包括牛脂的重量 骨骼的成熟度 油花的分布 热眼机的脂肪厚度与面积 脂肪颜色 肉质颜色与牛脂PH值 还有更多细节的流程 这两个瓶件其实都没有一个直接的等级 所以市面上常常用油花分布BMS的评级 来标示等级 Osmite对油花分布的评级与BMS非常相似 但只有1至9级 依油花的多寡来分级 1为最少 9为最多 MSA对于油花分布的评级也非常雷同 但数字较大 从100到1100 100为最低 1100为最高的油花 这两种评级的方式 目前还看得到 有时候一种 有时候两种都会出现 澳洲牛肉分级主要是以牛的年纪与牙齿来区分 主要分为三个等级 VV是年轻小了不能够长出永久尺 体重不能超过150公斤 肉与脂肪的颜色是偏淡 属于优质的等级 A.B.可以说是公牛或母牛 共有0至8颗横齿 公牛必须没有第二性特征 是比较年长混合型的牛脂 B.不 全部都是公牛肉 有0到8颗横齿 有第二个性征 肉质精实而不容易咀嚼 简单的来说 越年轻的小牛 肉质越软嫩 但价格也相对的高 澳洲与美国相同 澳洲和牛协会 简称AWA 在1991年的时候 将日本特有品种的国宝 和牛引进了澳洲 和牛与其他牛脂不同的是 有丰富的油花 溶点相当的低 在口中能够快速融化 能够带出十分鲜甜 软嫩多汁的口感 第一只产出的澳洲和牛 是从日本引进和牛 以人工交配的方式孕育出来 然后再与澳洲不同品质的牛脂 交配混出澳洲和牛 延续了日本人养殖的方式 用高品质的古物饲料喂养 打造出适合生长的环境 生育期长到300-400之后 就进入长达400天的孕肥期 培育出高品质保证的澳洲和牛 澳洲和牛协会 有许多的养殖计划 有些与当地的牛脂配种 像是安格斯黑牛 婆罗门牛 赫斯坦牛 有些则保留100%的和牛协同 所以还分出品种等级 澳洲和牛其实是由日本和牛公牛 与澳洲安格斯母牛进行配种 得到第一代和牛 简称和牛F1 然后继续用日本和牛公牛 与F1母牛运种 以进一步得到高血统的百分比 得到了F2 F3 F4 以此类推 纯种的澳洲和牛 严格上被认为是一种混种的和牛 亦即是血统纯正的和牛与不同品种的牛进行杂交 在第四层的交配后 日本公牛与100%全血日本母牛进行交配 被称为Fullblood澳洲和牛 而它们在澳洲饲养和繁殖非常珍贵 澳洲牛肉是怎么分级的呢? 和一般澳洲牛一样的分级鉴定标准 Osmid与MSA 评定油花分布的状况 但是因为澳洲和牛的油花分布 常常多于9级 于是市场便有了高于Osmid等级的M9+,M10、M11、M12 但这些是官方没有认证的 MSA从100到1100 100为最少 1100为最多油花 多是超出 通常会标示为1100plus 这一集的加拿大与澳洲的牛肉分级制度 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再介绍 纽西兰与日本的牛肉分级制度 我们下次见 拜拜